伸手私下交代 要把這小小的空間拆除 這也是金門航空站 幸福才剛設立的快篩站 但才啟用的第一天 就被指揮中心要求拆除 讓縣長楊鎮武得知消息後 相當憤怒 馬上趕到現場 氣沖沖的質問航空站人員 通通不曉得的情況下你就拆掉 現在不能快篩 自願的呢 我要管治我的門上 那自願的呢 自願的就寫到其他的地方嗎 金門縣府23號發布公告 24號開始來到金門的旅客 都要提供三天內 新冠肺炎的檢測陰性報告 如果沒有辦法提供 就要在現場配合快篩 但指揮中心表示 這已經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 因此依法拆除 我們跟CDC要疫苗要不到 要在台灣設快篩 沒回應 在金門設快篩被拆除 最後一步 如果我們正式提出 透過合法廠商提出 進口疫苗的申請 希望CDC不要再以任何的理由來阻擋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 指揮中心成立期間 相關的防疫措施 都要依指揮官的指示辦理 要求民眾強制普篩這種狀況 必須是全國一致性的重要政策 不該有地方自行決定 另外在澎湖機場 則預計在5月25號設置快篩站 只是金門在24號設置第一天 就被強制拆除 澎湖縣府則表示 會在持續跟中央溝通 衛福部這邊來跟他們溝通 依照衛福部的一個要求 我們會正式來提報計畫 來向中央來申請 在澎湖機場這邊來設置快篩站 澎湖目前還沒有確診個案 因此當地民眾認為有必要來設置快篩站 算出發點都是為了當地居民好 立島首長全都站到第一線替軍民把關 金門縣長為了防疫更是大聲呼籲 請指揮中心要好好思考 因為醫療資源真的比不上本島 TVB的新聞陳皮喬成真加曼金門澎湖創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唷